Label 1 第八課的Grammar Grammar很簡單 就是學CAN怎麼用 CAN後面 CAN這個字我們叫情態動詞 情態動詞 情態動詞其實有十個 上見有十多個左右 表示那種態度 OK CAN後面一定是用圓形動詞 是不是一定要跟一個圓形動詞 什麼叫圓形動詞呢 就是什麼都不加的 不會加S 不可以加ing 什麼都不加 叫圓形動詞 例如我可以講法文 I can speak French 如果我不可以講 I can't speak French CANNOT的意思 CANNOT簡直是CAN'T 總之情態動詞 後面一定跟一個圓形動詞 什麼都不加的 很容易記 如果在文句的狀態之下 把CAN轉向前面就可以了 跟之前學習的關係差不多 Can you speak French Yes, I can No, I can't 很簡單 這裡要注意 這裡有很多同學會坐的 如果I love you 就很簡單 我愛你 是吧 但如果我喜歡 我喜歡遊戲機 I love video games 沒有什麼特別 但如果我喜歡一些行為 我喜歡游泳 你就不可以說 I love swim 一定要說 I love swimming 這樣才可以 即是說 love後面要跟一種行為 一定要加ing 物件當然不能加ing 但一種行為 就一定要加ing 例如 我喜歡拍照 I love taking photos 把take 變成taking photos 他很喜歡說笑 he like telling jokes 把tale tale 變成telling 英文要注意 就是這三個字 like love 和hate 這三個動詞 我們通常會使用動詞加ing 來表達一種行為 喜歡那種行為 或者是不喜歡那種行為 hate 意思是討厭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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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